而美中台三方的联动 川普发布紧急命令封杀华为 结果呢却引发经济海啸 把台湾的华为供应链给全部打趴了 来看主要礼拜三的时候呢 川普签下了行政命令 认为华为的设备危害到他们的国安问题 那么还发布这是紧急状态 禁止销售跟出口敌对企业的电信设备 那么其实美国CIA中情局 早在2011年的报告当中就指出 华为在中国政府的角色 是类似于俄国的KGB 是利用渗透的方式来取得他国的机密跟资讯 而且华为在三年之内 拿了中国政府大约2.5亿美金的补助 那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他直接宣布了说川普所签署的华为禁令 就在5月17号 那么其实美国时间现在5月17号了 已经开始生效 短短两天就上路 真的是一点缓冲起都不给 好 华为面对美国政府所下达这样的一个禁购令 跟禁售令 电信设备不卖美国 这个事情还小 但是华为本身 极度的依赖美国所生产的零组件 尤其他们今年公布的92家供应链商 里头至少就30家 都是跟美国有关的 那这样子会撑不下去吗 其实也不会 因为日本产经新闻指出 华为早在世界各地储备了一年左右的高风险零组件 那么就是很怕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至于一些重要性比较低的零件 也至少有三个月的存量 换句话说 华为至少有三个月的反应时间 可以去寻找替代零件 那么看来华为本身的利己影响性并不大 但是咱们台股却被海啸给打倒了 今天台股开高走低 就是因为电子股受到这个禁令的影响 华为概念股的大力光 台积电 鸿海通通下跌作收 那么其中大力光摔得最惨 它的跌幅来到了9.41% 那么台股最后也大跌了 这是90.5点 再度失守年限 虽然美股大涨一度有激励到 但是夹在中间的台湾产业 随着美中相互的出招 这个股市的表现真的是上上下下 在敏感的美中贸易战时期点上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6号 接受彭博社专访时特别声明了 即将对华为展开部分的制裁 不是贸易谈判的一部分 也没有任何美中谈判会议中提出过 主持人进一步追问 部长会不会担心中国政府 将采取报复的手段 例如也让美国知名的科技大厂 苹果不得进入中国 然而部长罗斯则表示 这很难去预测对方的下一步 但民众可以现在了解到 美国是会在适当时机做进一步制裁的 荷兰民众报在16号报导 华为被控在荷兰的电信公司网路 安装了隐藏的后门 来取得顾客的资料 更点名了中国和俄罗斯 认为两国对荷兰发动了网路战 日本经济新闻则报导 华为因应贸易战 已为重要零件储备了一年的库存 国际中心网南编译